這一集是專門給新經理和顧問聽的 很多時候當你加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你有些心魔、擔心別人怎麼看你 或者是否合作的話 你值得問自己三條問題 就是你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Agent 一個好的Agent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要心理好 心理好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會有意識的 意識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個好的Agent 你應該所有的出發點 為什麼呢? 是為了客戶的利益為依歸的 所以你應該問自己第一條問題 就是什麼呢? 你每設的一張單 你會跟客戶去做的一個理財規劃 你會推銷個案 究竟是不是在為客戶的利益而出發 做了這件事 是不是為他帶來好處的 你還是為利是圖 為了自己的利益去購買一張單 這個是第一個過了自己 所以好的意思 第一個前提是什麼呢? 心不祥好 你做的事情 是為人家的福祉為依歸的 OK? 這個是第一 第二個 如果是一個好起進 第二個特色是什麼呢? 叫做有料道 就是professional 所以如果你想去做一個好起進 你要問你自己 你自己在一個專業的理財知識上面 產品知識上面 理財規劃上面 或者一些售貨服務上面 你是不是提供一個專業優質的服務 你自己去設計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 你提供那個方案 是不是一個周長的規劃呢? 是否合理呢? 是否為客戶帶來最好的保障呢? 是否真的為客戶帶來最周長的 一個理財規劃和分析呢? 這個就為之有料道了 你第二 你譬如一些產品的知識 你有沒有去研究呢? 有沒有去鑽研呢? 你有沒有一個專業的能力和手勢呢? 去為客戶提供一個優質 可信可革的服務呢? 就第二個了 就是所謂的心不祥好 還有有料道了 然後去到第三個範疇 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想有一個好基準 你一定要問你自己的 你有沒有專心做 這個呢 我覺得呢 最難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persistence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一個專業的顧問 如果你自己問心那句 你知道你做的事呢 是對得著天地良心 也是為你身邊的人 帶來一個很有價值和意義 OK? 而你同時間 你自己有自力的提升 你自己的專業能力 知識 提供一個專業的方法的話呢 下一個課題 根本你就不應該去 建基於客戶對你的 所謂的一些感覺 或者評價 你有沒有去專心這樣 去做好你的本分 那究竟一個agent的本分是什麼呢? 一個agent的本分就是 通過你的活動 去接觸到不同的人 跟著呢 運用你的專業知識 去提供 一些關於理財策劃的知識 和一些概念 或者一些產品 跟著同步地 是用心地 希望為人家 帶來一個周長的保障 或者一個更好的 一些將來的規劃呢 就是你專心做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決定做 還是不做的事情 是建基於 某一個單一個個案 對你的一些情感反應 或者看別人的面子 或者是肯定的話 其實嚴格來說 就不算是一個好的agent 一個好的agent 其實是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自己又專門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在一個活動 在一個法定的時間裡面 你有做回你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去做一個宣傳 做一個推廣 OK 去跟別人去做一個 就是需求的推廣 或者做一些理想的分析 跟著為他們去協助他們 幫自己安排 相應一些保障 或者投資的計劃 而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persistence 就是什麼 Do the right things OK 去將你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好好這樣做好它 做足夠的量 去帶來相應的成果 所以一個agent 其實不是很複雜的 你應該問什麼 就是心地好 有料到 和專心做 如果你這三件事都過得到的話 你放心 其實你本身已經是一個好的agent 專心做好你的事 OK 而其實記得 你做的那件事 除了為你自己的事發展之外 也都為你的客戶 真的帶來一個真正的價值 你提供的是一個專業的服務 而你是有honor你自己的角色 去做應該做的事 那就叫做一個好的顧問 而你的發展 是會持續 也都越做越好 越做越漂亮 越做越大的 OK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同事 值得問自己的三件問題 如果你有一個經理 新進經理的 你有同事進來 可能對他自己的個人定位 有些質疑的 有些心窩的話 不妨跟他們檢視一下這三件事 當然 作為一個好的經理 你也要幫助你的同事 去認清他自己的社會的責任和定位 應該去致力去提升你同事的 一些專業的能力 知識技術技巧 也都應該通過職效管理 去令到他 是真真正正的 因應著他那個業績的目標 去做回相應的活動流量 以及建立一個良好的習慣 這個也是我經理的責任 所以 其實這個世界的事情 不用太複雜的 最重要是 拿穩的重心 然後將每一個位置做好他的話 整件事又差很遠 好嗎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做一些個別的諮詢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聽到很多很多不同 關於招募 團隊管理 或者同事發展的案例 有時候聽到我覺得 很有意思 很有價值 我也希望在這個平台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時候談到的一些 就是 sparkling 的 idea 希望大家用更易更快的速度 可以掌握得到 OK 如果想了解更多 關於我們不同的計劃的話 那就繼續 追蹤我們 我們Xlite Development的Fans page 又或者我們Xlite Mindset.com 你都會聽到 看到很多 關於他們的動向 或者服務 希望在不同的範疇 能夠多些機會 和大家交流分享 好像今天這樣 有個空間可以等我 回到我的辦公室 跟著這個Fibs 和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好嗎 OK 今天就和大家探討了這麼多 之後在不同的環節 再和大家探討更多 關於招募 管理 領導 品牌等等的問題 好 那之後再見 OK 拜拜